注意看,A股大跌,大盘失守3200点,上证指数冲高3247点,回补这两个点的跳空缺口之后,按常理来说,打开了上升的空间。 昨天的大跌是不是假摔呢?今天能否出现报复性的反弹呢?如果不是假摔,下方的支撑在哪里? 6月7号星期三,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股邦,股市早播报,大盘昨天大跌仅有500家上涨飘红,从敬畏市场这个角度,我们先要考虑防守,那么下跌的支撑位,假如这个位置要是下了,支撑位在哪里? 从5月9号这儿大跌,那这儿构成了有上升跳空缺口,这不就是压力吗? 昨天把压力突破一个之后,拐头向下,突破了3246点,拐头向下,支撑位,第一支撑位,就是黄金风格位,0.5 3150点,第二支撑位,在这里,就是前方这个跳空缺口,1月5号有一个,3130点附近,这个位置是支撑位,有了支撑,我们来看看,昨天大牌是不是假摔,大盘本轮这个急跌到缓跌,那么到了这里啊,出现一个上周四开始小红盘,然后上周五又红盘, 包括这个周一,那三连扬之后,按道理,六月开门红,大家都感到有到了盼头,可是昨天突然间冲高回落,这是什么原因呢? 那四大指数在知识处上的不协调是主因之一,另外就是外围市场的消息方面,这个消息方面我们不能讲,大家懂啊,那我们从技术上来讲,四大指数走势不协调, 不协调,它就得需要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盘缓,那我们再从细节上来看一看,通过周线,日线图,包括还有60分钟,从细节仔细瞧,我们先看上证,以上证50来说,上证50是这个样的,日线图,这里呢,有一个序列的D9, 那日线级别序列D9,这证明什么?这证明这一大段的下跌,可聚集了不了少的上涨动力,那我们再看,科创版,通过科创版这不难发现,我们这是60分钟图啊, 60分钟图,这马上又要出现,今天上我一开盘,序列D8,然后,第二个小时,就会出现序列D9,这不就是短线动能开始释放吗? 序列D9之后,这个位置聚集了上涨的动力,这是科创版60分钟级别,我们再看深层值,深层值我们看周期大一点啊, 这地方已经出现日线级别的,和60分钟级别都有一个聚集动能,这不是60分钟序列D8吗? 那我们再看日线级别,你来瞧,这不是也是连续下跌,更主要的是周线级别,大周期,大周期现在是序列的D8,周线级别, 那到下周就是序列D9了,这就代表这里已经聚集了相当大的动能,并且,这个位置要是上涨的话, 级别可不小,这是深层值,我们得看,创业版,创业版也是这个样子,周线级别已经出现序列D8, 下一周就是序列D9,这代表着这个位置聚集了相当大的动能,如果这个位置上涨, 级别可不小,我们期待这种反转的行情,综上所述,我的观点, 短线要把握报复性反弹的机会,重点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, 不破五日线持股待涨,这就叫不跌破五日短期趋势吗, 我们没有道理把它卖飞了,那么这个位置多数下跌的品种, 在这里面可是输时间不输钱了,所以中长线有投资价值, 那很多东西都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, 好,我是古邦,喜欢的点赞加关注,我发视频, 你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了,以上是个人的分享, 没有知道别人的意思,咱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, 多的那个方面咱们先这次不能讲了, 那我们讲讲对咱们好的,你比方, 世间银行发布了报告,这最近一期的报告, 他把世界经济的增速从1.7%上调到2.1%, 这上调的力度可不小啊,上调了0.4个百分点, 那这可不小,涨了就是净的也得很多了, 那么再说,又把我们中国今年经济增速, 预期又上调到5.6%,看到没, 人家看咱们这边,就是一盘好菜,有戏, 那再说隔夜的外盘,隔夜外盘扑长, 每虎道指,大家看,道指探底回升, 这不是吗,我们给它换换成K线图, 这不是探底回升吗,对呀,不单这样, 大家再来看,纳指也是,纳指底下低开之后, 直接开始上去了,标普,纳指都在涨, 三大指数吗,纳指涨了0.36, 标普还涨了这个位置,标普也涨了, 探底回升之后的0.23, 关键的看什么,关键的要看我们中概股, 告诉大家,中概股,普涨啊, 而且纳斯达克金融指数涨了将近4%, 3.77,这么一算, 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呢, 希望就是这样,欧洲内卖也是普涨, 原油72美元附近,黄金1980都没有动, 人民币又出现一个贬值7.118, 这个是咱们下跌的一个主因, 那好,说说咱国内的消息方面, 首先央行昨天开展了一个20亿的7天期逆回购, 但是当天有370亿7天期到期, 相当于从市场上抽血,回融资金嘛, 350亿,这个钱虽然不多, 但是毕竟是回笼了, 在咱们现在本就成交量, 拙金见肘的基础上, 又抽走350亿, 那再说北上资金, 昨天也是净流出10个亿, 但是茅台嘛, 净买入4个亿, 这不就是有人欢喜, 有人忧吗? 那好, 再说我们国家驻洪多拉斯的大使馆开张了, 开门洪吗? 这代表什么? 洪以前跟咱们海峡那边, 他们是那个, 现在已经调过来了, 这不就是我们的大国力量吗? 好, 再说多地金融监管, 现在正在调研和摸底, 叫信贷的需求, 昨天呢, 你包括房地产市场, 包括金融风险这些东西呢, 都会我们在调查这些东西啊, 那你像昨天打金融, 银行保险, 包括房地产,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产业那儿都动了, 跟这个都有关系, 正在调研说明什么? 说明未来这个位置, 房地产能不能顶一杆, 那好, 再说证监会又核准了7个企业, 企业债的注册批文, 这就是让人家融资, 企业不融资, 那么它发展现在有困难, 你就得让它融啊, 给开口的了180个亿, 虽然不多, 但是这个是雪中送炭啊, 再说消费贷618多家银行, 而且出现了优惠大行最低调到多少, 3.24, 大家说贷款利率那么低吗? 没错, 而且是消费贷, 这不就要搞我们这个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, 投资消费, 消费不就是现在消费带来了, 那好, 再说5G, 5G已经融入超六成的叫国民经济大类, 这是什么概念? 就是不管什么, 现在要转型, 要升级, 或者是要优化, 那么只要一谈到加, 加上了5G, 基本面就变了, 这个就是关键, 所以说什么东西, 一旦要谈到数字加, 那么就得跟这些5G呀, 6G呀挂上钩, 好, 再说北京啊, 出现了两地猴豆, 停顿一秒钟啊, 那好, 再说我们国家首艘大型的邮轮, 今天出屋了, 那位说大型邮轮有多大, 大家仔细瞧一瞧,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传播呀, 等等啊, 这些为什么会这样, 这都是其中之一, 好, 说说咱的操作啊, 我的观点是, 短线要把握报复性的反弹机会了, 重点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, 不跌破5G线的东西, 不用听, 人家短期趋势都不破, 别卖飞, 吃骨带涨, 现在多数的下跌品种, 在这里面已经输时间不输钱了, 大家明白我的表述不, 所以中长线有投资价值, 好, 朋友们, 我是股帮,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, 我发视频,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, 今天上午, 我们看看能不能出现, 报复性反弹的机会, 好, 我们中午收盘见, 好,